海上厨房的由来 就是基于它 首先是一艘渔船 而且是一艘被废弃的渔船 当时我发现它的时候呢 是正在准备 要被这个碾压砸碎的 由于当时产业升级以后 这些登关渔船要被淘汰 我说 既然它不再具备有 这种近海捕捞的功能了 那能不能就让它保留下来 我第一个想到 就是把它做成书房 因为我觉得书和文化的 衔接是最紧密的 现在呢 在海南经营有四家书店 这个城市里面 其实还是有很多关心阅读 或者说 关心一些文化活动的 这些群体 在网络时代 开书店是一个夹缝 求生的一个产业 比如说像我们 去年一整年的 如果按照月的消费来讲 一个月我们的一个书店 卖出去的书的营业额 没有达不到三千块钱 也就是说它基本上连房租 可能都难以去承担 所以有过好几次 我也在想 有时候好累就想说 是不是就此停住吧 不要再往前走了 好像自己给自己 一个美丽的沼泽 越陷越深的感觉 好在呢 就是 有另外一个声音 也在不断提醒自己 就是正因为它是美好的 它值得我们 在最困难的时候 都要去相信 王可居老人 其实是我们家籍书房 很特殊的一个书友 他其实就是这间书房的 一个房子的主人 当时能够吸引我 停留在这个老街 开这间书房 很大一部分原因 也是因为他的支持 现在第一件好处 还是度数 你度数以后 对国家 对你过瘾 都是有其他多用的 我从内心认同 开书店是一件 很美好的事情 那我就愿意 为这个美好 去付出代价 那我会一直走下去 在走的过程当中 有不断的 有别的一些小伙伴们 加入进来 我相信就是说 虽然现在只开了 有四家书店 我们还会再继续增加 我们甚至可能会开到 五家六家 甚至十家 情则更 语则读 我相信终有一天 阅读就像吃饭 喝水一样 成为我们的习惯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还有四家书店 我们下期再见